大家好,我是Chusha,歡迎收看安博足球快訊 星期四凌晨,阿冠聯16強首會合繼續有精彩好戲 兩支沙地籍球隊之間會展開較量 艾費哈會是主場迎戰艾納斯亞 在德國轉匯市場網站上,顯示艾納斯全隊身價是艾費哈五倍有多 雙方實力存在比較大的差距 根據大賽經驗的艾納斯,金像應該有望先拔頭籌 另一輪賽事安直播會為大家順上現場直播 結束揭冬期後,沙地即將在星期內戰火重演 以阿冠聯淘汰賽階段亦開始 沙地即當中艾費哈存在呼吸危機 只領先鋼班區兩分,稍有不慎便會跌落萬丈深淵 以他們現在的表演來看,肯定無法專心應付阿冠聯 另外,艾費哈今屆之所以能參加阿冠 是因為他們之前在沙地阿拉伯國王杯賽時蓬杯 但沙地即有不少球隊大規模去歐洲掃火 艾費哈並沒有跟風,以至於球隊的實力跟不上 但要留意艾費哈今屆阿冠聯分組賽對手 除了來自阿聯酋的艾艾欣 算是阿冠聯的常客之外 土庫曼的阿哈爾以及布茲別克的柏克塔哥實力都非常有限 艾費哈能出線已經算是情理之中 今仗要面對增盡熱門之一的艾納斯 艾費哈應該都很難有力去招架他們 說回艾納斯,他們是沙地籍球隊之中 是歐洲大掃火的球隊之一 當中他們掃了甚麼火呢? 當中包括斯朗、文尼、阿力斯泰利斯、波索奕和艾美利納博迪 他們都曾經在歐洲頂級聯賽效力過 這些球式現在依然具備踢四大聯賽和踢豪門的能力 投入這麼大,看得到艾納斯的野心了 在沙地籍、沙地阿拉伯國王杯和阿冠的錦標當中 都是他們的目標 而沙地籍的賽程過了一半 艾納斯現在積分榜上排第二 落後榜首的希拉爾多達7分 聯賽增冠的難度似乎比較大 但他們在沙地阿拉伯國王杯已經殺入準決賽 阿冠亦來到16強 球隊或將更多的深思把在這兩項賽事上 斯朗拿道在沙地籍中入了20球 位列聯賽神石首榜榜首位置 而目前阿冠神射手榜上 泰利斯卡就要6球排在前列 從中反映出艾納斯陣中的攻擊手 還很強勁 這亦令到艾納斯的進攻上極具威脅力 正所謂最好的進攻就是防守 相信艾納斯金獎一定是贏球沒有難度 在同時期到目前為止 在沙地下降到年輕的影音 在通知驅證 請問更多的是 能否人吵出了 這方面有機會 還有新美國的選擇 是在海綠海維州的 你 من最終的 тот角度 是世界的主要 至於世界本首都